由法税改革联盟所举办的法税改革点亮台湾行动晚会 日前在板桥第一运动场举办 全台超过百位的里长以及青年学子共同参与 表达法税改革的诉求 相信不少民众应该都在捷运站附近看过这样的画面 法税改革联盟举着终结万年税单 废除税务奖金等诉求的牌子 希望争取更多的民众支持 我们最近也发现许多的候选人 也把法税改革联盟的诉求纳为自己的政见 这代表法税改革联盟在街道上的街宣 逐渐被大家看见 也逐渐被大家所认识 不晓得各位在街上有没有看我们的志工 做出这样子的动作 我相信大家都有看过对不对 由法税改革联盟举办的法税改革点亮台湾行动晚会 现场不但有来自各地超过百位的里长参与 也有全国7000多位的村里长共同联署 我们知道全台湾有7860位村里长 然后参加联署有7348 这个比例已经接近百分之百 另外每个村里都有联署 所以我们可以讲说 7860个村里已经达到百分之百 联署支持这个运动 活动当天主持人也特别邀请全场进行一分钟 一同为先前水灾的灾民们祈福 为台湾祈福 并且宣告活动将采接力的方式 之后在各地会持续举办 机酒房间凯琳景宇新北市采访报导